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最喜欢的是火烈鸟 丽琪上周六跟家人去了动物园 现在她一直在讲关于动物园的事 学历老师吹了吹哨子 女生们 要开始了 她说 孩子们都过来了 学历老师正戴着一个黑面具 上面有彩色的装饰片和羽毛 哇 学历老师 您为什么戴面具 丽琪问 因为今天我们要做面具 可以做这样的派对面具 或者特工面具 或者怪物面具 学历老师说 哦 我要做特工面具 波比说 我要做超级特工面具 贾森说 我要做派对面具 尼娜说 你呢 丽琪 我们一起做派对面具吧 丽琪想了想 好吧 这里是没有装饰过的面具 学历老师说 装饰品在桌子上 你可以用自己喜欢的东西 把装饰品粘在向外的一面就可以了 学历老师说 丽琪看了看桌子 有蝴蝶结 布料 扣子和羽毛 丽琪看到两根粉红色的羽毛 突然 她有了个好主意 尼娜 她说 我不跟你做派对面具了 为什么呢 尼娜看上去很伤心 因为我要做一个火烈鸟面具 丽琪大喊 动物面具真是个好主意 学历老师说 尼娜看了看自己的面具 她已经把不同颜色的装饰片 粘到面具的一角了 火烈鸟是粉红色的 但它们的嘴是黑色和白色的 而且还凸出来 我需要做一个嘴巴 丽琪说 她拿了一把装饰片 好吧 尼娜皱着眉说 但不要拿走所有的装饰片 丽琪用一张纸板折成嘴 她把它粘到面具上 然后她用粉红色的羽毛 装饰剪装饰剩下的部分 最后 她用黑色和白色的装饰片 装饰嘴 嘎 嘎 丽琪戴上面具 单脚站着 我是火烈鸟 我是火烈鸟 我是瓢虫 尼娜也戴上她的面具 我也想做动物 她害羞地说 可以告诉我 你四月十九号晚上在哪里吗 一个戴着灰色面具和墨镜的男生 突然问 是的 我们还想知道你的真名 瓢虫小姐 另一个戴着蓝色面具和墨镜的男生问 女生们尖叫起来 学历老师哈哈大笑 男生们 面具真不错 她说 她也戴上自己的面具 现在没人认得出我们了 体育馆的门开了 弗拉尼校长走了进来 校长看上去很困 你们是谁 儿童中心的孩子们都去哪了 外星人在动物园绑架了儿童中心的孩子们 我们特工正在这里调查 加森严肃地说 小虫和火烈鸟可能和这件事有关 波比补充说 尼娜和丽琪偷笑着 哦 弗拉尼校长接着说 如果有新发现 请一定要告诉我 儿童中心的孩子们 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小虫和火烈鸟 感谢观看